欢迎收看我的祝愿博王 事情是这样的 老公出差了 公公婆婆陪我去产检 本来是常规产检 但是我一早就醒了 因为前一天胆痛了 所以直觉告诉我今天不要吃东西 空腹去看看医生 我特地要求医生给我抽血看看 没想到我直觉真的准 一查一个准 肝功能一查了 医生让我别走了直接住院 万万没想到 人生第一次住院 内心慌得一批 不知道要住多久 这是我的病床 悲怨晚期真难 第一次打瘤制针 难受 辛苦婆婆了陪我住院 公公也跑来跑去给我们送东西 第二天一早空腹抽血 早上七点多就吃早饭了 点了外卖 点了外卖 医院的餐很一般 婆婆对我太好了 心疼 医生说我养水少 所以我狂喝水 老公立马从爱地赶回来了 每个几小时都有护士来听听台心 这声音真美妙 依旧不太好吃的住院餐 每天夕阳两次 老公留下来陪我 让婆婆回家休息了 公公又送东西来 怕无聊还拿了桌油花花 吃个夜宵睡觉了 希望我早日出院 希望我早日出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